這裡是我們的工作廊道 你可以到這邊來 這邊就看到觀眾席跟舞台 這是在觀眾席的上方 走在幾十米高的鐵架上 向下一望 2000多席的觀眾位置就在腳下 觀眾席的上面要有很高的屋頂 因為上面是要掛燈的 那邊掛的燈是要讓演員的臉 可以被清楚地看到 如果它很低的話 會刺到演員的眼睛 造型猶如太空科技般的貓道和後台 都是為了讓演出者有更好的發揮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頂棚的鋼棚 如果你的膽子夠大的話 可以走上來 它就直接看到下面的舞台 這裡是如果有單獨的吊點的話 會在這裡 以溫暖紅色為意象 體驗近距離的演出 這是台中歌劇院的大劇場 演出者在這裡不需要麥克風 它的聲音就可以傳遞到各角落 它在沒有音響沒有喇叭的情況下 它的聲音可以很清楚地傳達到最後一排 所以我們在這邊設計的時候 就讓它的殘響值變短一點 舞台上面發出一個聲音 你坐在觀眾席裡面 還能夠聽到的時間的長度 就叫殘響值 那適合歌劇院的殘響值 就是1.3秒到1.7秒 台中國家歌劇院 也是國內許多新型藝術家 在中部表演時的首選場地 歌劇演出和音樂表演需要的音場並不一致 但有鑑於中部演出場地並不足夠 設計者就像魔術師一樣 創造出歌劇以外適合表演的音場 歌劇院它要殘響值要短 可是音樂廳殘響值要長一點 因為它要讓各種樂器融合 所以聲音聽起來才會舒服 所以它的殘響值大概在2.1秒 那我們的殘響值跟它差了0.4秒 所以我們就花了3700萬 因為要讓它可以變成音樂廳的形式 所以聲音不能散掉 所以我們就做了音響反射板 那像這個就是塔式的 塔式就是在周圍跟後面 那它其實多少片 它我們總共加起來是有15片 15座 每一座都可以打開變成3片 會吸音的地毯 反響板 就像隱藏在暗處 卻又可以主導出演出效果的魅影一樣 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 替表演增添助力 想像那個黑色的牆片 那個是助理板 那助理板就是它可以讓聲音 彈得比較快一點 讓最後一排的觀眾也可以聽得很清楚 劇院獨一無二的寒動設計 也讓在裡面的音場效果有更多的變化 在高處的寒動唱歌 在廣場的遊客都可以聽得一清二楚 用自然界中的飛機和有機線條構成 喚醒人們失去的創意和活力 舞者張毅君走遍世界各地演出 從來沒有看過這麼有生命力的場館 劇院開幕的當天是我去扮演鐘魁去開了那個門 進去到裡面我覺得它真的是適合各個不同生命 不同的表演藝術 以及它創造出一種共榮式的一個空間 它有一種是你自己好像能夠成為聲音一樣 很自由的弧線型的流動在空間裡面 高低的曲牆構成大大小小的寒動 陽光 空氣 水與聲音能在歌劇院裡流動 這棟建築物就像是會呼吸的大自然一樣 讓觀眾感受最直接的創意